阿东的解说 姐姐阿姨们如果有什么想法都可以在评论区告诉阿东 也请大家去阿东的橱窗多多支持一下 让我们跟随镜头继续往下讲 今天一早 康特和阿祖法在厨房的桌子旁 他们正在认真地商量着房租的事情 阿祖法提到了他和奶奶之前一起筹集的资金 康特则表示 尽管现在还差一些钱 但他认为问题不大 只要他们再努力一下 就能够支付房租 继续在这里住下去 奶奶在一旁听着他们的对话 她的眼神中充满了慈爱和关切 她知道康特和阿祖法正在经历一段艰难的时期 她提出了一个备选方案 这里环境很好 但如果实在没办法维持下去 你们可以去我家里赞助 奶奶的提议不仅是出于对康特一家的关心 也是她对家庭责任的体现 康特和阿祖法都非常感激奶奶的好意 他们知道奶奶的家是一个温暖的避风港 奶奶这两天的帮助 不仅在经济上给予了支持 更在精神上给予了阿祖法极大的安慰 阿祖法感到了前所未有的轻松 康特再次拨通了老者的电话 因为昨天老者邀请康特今天过来工地帮忙 接通电话后 康特表示今天就可以过去 老者 你现在在工地吗 电话那头 老者的声音带着一丝清晨的活力 康特 你今天就可以过来 我们在工地等你 康特听后立刻回应 好的 老者 我马上就出发 他知道老者需要他的帮助 工地上人手不足 他希望能够尽快赶到 为老者分担一些工作 挂断电话后 康特转身对阿祖法说 阿祖法 我要去老者工地了 今天可能会比较忙 你在家照顾好孩子和奶奶 阿祖法点了点头 他知道康特的工作对于家庭的重要性 他承诺会照顾好家里的一切 康特又补充道 完工后 我会买些食物回来 今天我们可以一起吃顿好的 他的这句话 让阿祖法感到了一丝温暖 他知道康特不仅关心工作 也在乎家庭的幸福和团聚 驱车来到工地后 康特发现老者还没到 康特没有等待 也没有犹豫 他直接爬上了二楼木板 康特和工人们打了招呼 他们之间有着不言而喻的默契 工人们对康特的到来表示欢迎 他们知道康特是一个勤奋且可靠的工人 康特没有多说什么 立刻投入到了有序的工作中 老者和莱拉带着茶水和水果过来 为辛勤工作的康特和工人们提供了一个短暂的休息时刻 康特看到老者和莱拉的到来 便和工人们一起停下了手中的活 他们围坐在一起 享受着这份意外的款待 老者在建筑领域有着丰富的经验 他对于建筑的要求非常严格 每一个细节都把控得非常到位 因此他自然而然地成为了这个工地的工头 负责监督工程的进度和质量 工人们都非常尊敬老者 他们知道在老者的指导下 工程不仅能够按时完成 而且质量也会得到保证 康特认真地听着老者的安排 他知道老者的经验和知识 对于整个工程的成功至关重要 老者详细地说明了接下来的工作计划 包括施工的顺序 材料的使用 以及安全措施的执行 在炎炎烈日下 工地上的温度节节攀升 但康特和他的工友们并没有因此放慢脚步 他们挥洒着汗水 手中的工具在砖石和木材间舞动 每一次敲击和搭建都是对老者身后情义的回报 老者对康特的帮助 就像夏日里的清泉 滋润着他的心田 从经济支持到生活指导 老者给予康特的帮助 已经无法用数字来衡量 他们的师徒关系超越了普通的师生情义 他们之间的信任和依赖 让他们的关系更像是一对父子 康特深知 他的每一滴汗水 每一次努力 都是对老者无私帮助的最好回报 他不仅仅是在建造一座房屋 更是在用自己的行动证明 老者的信任没有被辜负 康特的坚持和勤奋 让老者感到无比的骄傲和欣慰 随着最后一根钢筋 被精准地安置在位 康特和他的工友们完成了今天的重要任务 康特准备下到地面 找个地方清洗掉身上的灰尘和汗水 就在这时 老者叫住了他 老者从口袋里拿出了一叠现金 递给了康特 告诉他这是他今天的报酬 康特感到有些意外 他并没有预料到老者会给他钱 他连连摇头 表示拒绝 因为他知道老者已经为他们的家庭做了太多 老者却坚持让康特收下 他语重心长地说 康特 拿着吧 阿祖法和宝宝都非常需要这些 你们现在正是用钱的时候 以后你有很多机会回报我 老者的话语中充满了对康特家庭的关心 和对他未来的信心 康特感受到了老者的信任和支持 他知道这笔钱对于家庭的重要性 他最终接下了现金 心中充满了感激 谢谢 谢谢 谢谢